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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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曾经上过苹果第一面的人 都知道什么叫做台山导谈 因为那一种忙碌 那一种紧迫的病人 是完全没有办法终止的 而且字都很大 而且他可以连锥了好几天 你就不要活了死了 再过来呢 这一种台山导谈修入临时 因为有人在搜索 到处去查各样的资料 然后用很丧动的语句来描述 通常产生的后果是惊讽之鳥的状态 那大家以后 因为经过水上漆之后 情侣之间就不太爱拍 性兮兮的照片 因为很危险 经过各式各样的曝光以后 我们就越来越担心有一种事情 像在台湾的话已经不能用中指了 就所有的中指都切掉 不能使用 因为你如果用中指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社会公平 因为我们曾经有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 有一个人在前面开车 后面有救护车 救护车 然后这个人 当然出于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伸手出车窗 比了一个中指 从此他就进入台湾的历史 然后就为人肉收手到 几乎活不下去 这种效果 韩禅呢 当然也就是 你还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讲不一样的话 现在 如果去支持唐先生 很多人会害怕 说 虽然我平常知道 他可能是不错的人 可是我现在要跟 讲大众想像的话 跟他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行了 所以 往往这种 韩禅导法的效果 就是使得不同意的 不一样的意见出来 最后 神殿下来以后 我们原来 大家常常玩信息 是吗 朋友生日聚会 谁没有跟全场的人打过分 对吧 打过分就是清嘴的名字 就是I'm kiss kiss 一个个抱 一个个做各式各样的经历的动作 我们在生日宴会上面 常常闹人家 在结婚的时候 给人家闹动房 也是做各式各样的 例如放一个什么什么食物 在那个新娘的身体里面 摸住衣服里面 然后男的 不能用手 一定要用嘴 去找找找找 找到以后还要把他醒出来 之类的 这种闹动房的游戏 香港不玩了 应该有的了 不然的话 那个结婚那一天 其他人的乐趣在哪里 所有原来的自发自在 自发的意思是说 我高兴自己去做什么 情绪来的就是说 这种玩耍的心态 现在收敛起来了 变成很不安很拘谨 因为你很担心 你很害怕 所以信息性的后果的话 其实是使得自发和自在消失 使得人们很担心 使人们知道媒体是可怕的 另外我第二个演讲里面 谈到亲密关系 最主要的是要谈说 亲密关系 它有个内在的动能 一个内在的dynamic 是我们平常不太讲的 我们平常讲的都是 和爱的家庭 和田地的关系 亲子懂得和乐 夫妻懂得相爱 我们看到的都是温暖的 柔情的一面 可是它有内在的另外一些dynamic 这是我上一次讲出来的 这些dynamic以下 例如我们在亲密关系的 平等的原则之下 就会期待对了 我怎样对你 你要怎样对我 我做了多少 你要做多少 养成了在亲密关系之内 很清楚的盘算 很清楚的解释 你不能出轨 你也不能出轨 这一种 彼此因此产生牵制 谁就说 很多时候你就不太能做什么事情 因为对方没做 或者对方做了 你觉得说我没他那么下见 我也不做 之类的 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 形成了对很多生活的 活动的一种限制 还有呢就是平等忠诚 既然是亲密关系 大家就希望是 平等的 loyal 的对待理词 也会形成 情感上的绑架 这个情感上的绑架 就是即使是 你有一些念头 有一些想法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出轨 之类的 都会造成很大的 对方会仇恨你 你自己很大的最右感 在情绪上面的投注 非常强 这个是亲密关系的dynamic 这个dynamic 不是一个和平的 稳定的 温柔的状态 相反的是一个 很容易进入 强烈对峙的状态 而且也因为 这个一对一 平等的这个想象 所以对于 关系当中 其他可能 看起来不甚 平等的状态 没有任何一点 可以容忍的 我们排挤了 各种多元的可能性 例如如果说 是说 今天我们不要 从正面来 反面来 大家脑筋没 突然就想到说 那这不是又像狗吗 这是不平等 然后这个东西 就被排除在外 很多很多 两个人之间 本来没有平等 或不平等 寒意的活动 现在都要被放在 平等的放大镜 当中 解释 那这种 在亲密关系当中 形成的 不能够明说 可是深刻的 感觉到的牵制 这种牵制 其实不是只是在 小家庭的 环境之内的牵制 它会形成 社会之间的牵制 它也会形成 社会进化的一些行动 因为为了 我们要保障 这个很脆弱的 亲密关系 不要受到搅扰 因此我们扫荡 其他所有的东西 性工作不要了 色情不要了 小三不要了 所有跟小三相关的 剧都不要了 你把这种扫荡 以后你觉得 就没有外面搅扰 这个内在的 心理关系应该很好 可是不要忘记 我在这边正要讲 就是心理关系自己内在 因为这个两人 因为这个关注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强力的要求平等 因此它会形成 它内在自己的一些 dynamic 这个dynamic 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那你说 这样子是不是说 心理关系不好 不 我只是告诉你说 心理关系有它甜蜜的一面 可是这个dynamic 也是不可忘记 而且这个dynamic 很容易就会滑到 社会进化的那个方向去 你就会想到说 我一定要打 打掉一些 别旁边的 可能影响的东西 一定保护我这个 非常脆弱的情感 我们同时在台湾也看到 这个趋势 最后在过去的两三年的 同志游行的结尾都有提到 就是在台湾的话 你就看到有 你们羡慕台湾 都说台湾好像很开明 我遇到好多个香港的同志 都说台湾真棒啊 台湾真好啊 你好自在啊 好开明啊 好民主啊 又可以民选 然后有同志游行 而事实上呢 在台湾很有趣就是 一方面我有很开明的女人 如果你开明的形象 好像政客都愿意接纳 好像政策上面都有照顾到 可是相应的 你不能不忘记 不能没有看到 我们旁边还有一大堆 新设立的法律 新设立的检查制度 这一些东西 这些管制都使得 你原来想象的自在 左右都受到了限制 各种越轨的偏差的 现在如果被报道出来的时候 都非常的恐动要磨化 从前是这样子 报道你是同志的话 哇大新闻 现在要报道你的同志 不是大新闻 但是如果同志还开放他 同志还去罗比海滩 同志还这个那个的话 报新闻很大很大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里 后面这个小字就告诉你说 我们目前的开年心态是什么 这开年心态说 你做费就好了 没关系你可以做费吧 但是 你为什么要做其他的 后面一连串 比方说 你说我滥交 你说我多重办理 你说我喜欢SM 我喜欢主流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那个 这些东西现在在新闻里面出来的时候 突然变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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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行 因为各位我们都已经容许你们做gay了 你还给我做这些烂事 我给你这个空间了 你都好好做gay吧 做白新闻的做菜肠面就可以了 不要来做其他的那一种不流流的gay 让你们看到 那这中间什么意思呢 如果各位有读过Gay Robin的Sinking Science的话 就知道Sinking Science里面有告诉你们说 我们有个性阶层体系 是性阶层体系当中 有一些性被视为是高无上最好的 一对一 尤其是间的亲密 最好最好 那将来当然往下 等而下之 那有一连串都是这样的性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中间阶层 因为原来可能做同志他是不入流 可是他的文化体面也是中间的 那他可以往上面走一点 可以被挑白 可以变成好同志的榜样 但是同时 另外那一些不入流的同志就更不可取 所以你看到这个性阶层出现某一个阶层 中间的阶层现在深深的有一点升天 底层的遭到严惩 十九世纪 护女运动在发动的过程当中就看到 当中产的护女争取到了 可以进入公共领域 可以参与政治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必须在那里发动 找到新工作 因为只有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 我才可以分身边 要不然的话 我就常常被人当成的在街上走的 卖营的一样 因此我一定要帮他扫掉 他扫掉以后 在街上走的就只有我这种行为员了 因此我就可以去身边了 所以性阶层在我们所观察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位移 目前美国也好 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 都开始出现主流化的一个趋势 不单单是同时运动的主流化 也是同时运动的主流化 各种少数 目前都有少数中的一小块 因着开明的氛围而稍微上升 但是另外一块就落得更低 因为相较于那个愿意回改 愿意过正常生活 愿意做人民表率的这些好gay 好妇女 好性少数 其他的是更不可取 给你一个机会的 你怎么不往上走 还自然落落呢 那这个动态的性阶层 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你如果有这个观念 你就不会很简单的认为 台湾是比较进步的 你就不会 因为进步的 那一个开明的 恐怕只有少数的人受贿 另外一些人还没有看生 好 我这一连串的演讲想要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开明了 那对于那一些不听话的人 确实越来越谴责 越来越严惩 我们那个法乔的规矩 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而且人们觉得这样一个变化还是很理直气壮的 还觉得自己是很开明的 很好的 对呀 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发展这样很好啊 到底这样一个自以为意怎么战胜呢 从刚才我提到那个举宗旨 然后被全社会唾弃 从台湾的前面的白玫瑰运动 发动起来 让法官照着白玫瑰运动的意愿来判刑 从最近Makio砸计程车司机 然后现在已经几乎那个日本人和这个半日本人 以及他周围的台湾人 还有那两个女生 鸭子和香蕾子 这几个人都几乎无法翻身 他们都活不下去 他们觉得无地自容了这个状态 那周围这些人 尤其又以那个翟神朱学恒为代表 还有宇涛为代表 几些人都自我唯一是一样的 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可以这样骂到死 这样谴责对方好像自己完全洁白如暇的状态 这种自以为意 是怎么样在一个据说开明而多元的社会里面 长出来的 既然是开明多元 应该没有这么样强烈的谴责他对立了吧 应该大家有讨论空间了吧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么强的自以为意 为什么在某些社会脉络之内 这种自以为意会排山倒海的 针对着某一些事情和某一些人 那个强大是我觉得此刻我最担心 我也最想要了解的 这个强大的情感能量 从哪里来 那我认为从前面的 我讲的那两个演讲里面 都多多少少开始在选择 它不是一个原因 它是很多很多累积起来的调教和训练 压抑 然后崩一下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找到最合理的理由 发出来 好 那我今天还会讲 再补 讲另外一个部分 我认为有影响的原因 那很重要一个理念来源 是Normand Elias 这一位算是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者 他在Civilizing Process 文明的进程这一套书里面 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还讲社会结构变迁 特别是中世纪 以前做的这个变迁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 它只是一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已 情感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从他的这个分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感情部的情感就不是天生如此 我们不是天生 就一定因着这件事情快乐 那些事情来变连 感情是有它的社会性的 而且感情的这个重大的变化 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变化 但它自己也成为 构筑这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情感跟社会的变迁 跟社会的结构是扣在一起的 情感不是多的一个部分 情感是促成这样一个社会结构 变化或者稳定或者巩固的重要的力量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 大概应该听得出来我的路数 就是我不是那么的马克思主义 那种什么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 现在就算告诉美国上层建筑 其实跟下层建筑可能没那么容易分 它彼此之间有一些相互的作用 好 那么结构震荡和阶级重组的这个社会的时候 主体的情感同时也会改变 我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就已经谈过 我说民主社会之所以可能 必须伴随着同一程度的文明化 不是进行的 如果大家都还是那种 一吵架就打一吵架了 这不可能有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其实预设了某一种文明化的存在 才能够大家说好了 我们不打我们用投票决定吧 你要以某一种情绪某一种情感的存在 才能够去执行民主所要求的那一种和平共存 彼此协商的这个状态 那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说 Elyas的分析的时候 他说那个主体的情感 他特别关注羞耻和难堪这种情感 很奇怪哦 就是主体自动开始产生出羞耻和难堪的状态 觉得说哎呀 某些事情是不能看的 某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这一个羞耻和难堪 Elyas分析的时候 在中世纪的这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 那我认为是现代化进程 基本上是现代化进程 那在西方的话因为比较早 它在那个时候进行 我们现在的话 则是在我们作为正在进行当中 我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 台湾 刚刚台湾有很多人到大陆去观光的时候 常常回来说 你说哎 他们自从没有门呢 就一条水沟啊 就蹲在那边呢 哎呀 羞耻哦 我没办法 我只打个伞遮着自己 然后才能 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在这里 我们的羞耻门坎 跟另外一个生活形态当中的羞耻人感 不太一样 我们觉得 我们一定要遮这个遮那个 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能让人见 我们自己也不能见到很多东西了 可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讲 完全被放在心上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四川的时候 我走在街上 然后有一个女士 天气点热 站得很累 他就坐下来 然后他蹲下来的时候 就是中国农民的标准姿识 就准量被张开 然后群子的话 基本上就会打开来 如果在台湾的话 就有很多人说 我还说侧幕侧幕 男生就把他看看 才能断到结 然后你能处去看 他怎么这样 然后后期他跟他讲说 不要这样做 可是在当时 我 环瑶事中 环瑶事中 没有一个人在看 没有一个人觉得 他觉得说那个是个值得看的东西 当身体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谓文明化社会里面 他看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我们好高超 我们文明挺进步 其实事实上 搞不好是我们自己的毛病 不同的社会结构里面 他的羞耻门槛 难堪门槛 他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干 什么东西不会干 是不一样的 不能摆在一条线上面说 因为我比较羞耻 难堪的门槛 比较往前面进 所以我比较文明化的 比较高级 你可能是文明化的 不见得叫做高级 这东西不是比的 你是相应于你自己的社会结构 有更多的限制 有更多的自我克制 这跟另外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人的自在和自发运不太一样 很难比什么是比较好比较坏 你只要对这样的复杂的状态 有所认知 对某些事物的时候 在另外一个社会结构里面 他可能觉得勇往直前 那是什么可怕的 可是对你来讲 你可能说那个我不好意思 如果有人 在公车上面 捏了我一把的话 我就回家哭很久 就觉得说被人家占了便宜了 可是在另外一文化里面 要不就是 哎怎么样了 不怕 第一个二个就是 啪啪啪 我帮他打回去 看他 碰到梁墨上 要看你 你说哪一种比较好呢 你作为女性主义者 我觉得好不然有错 要不就不理他 要不就理他 好好的理 好 这种社会形感上的重大变化 正是我从LIS里得到的灵感 而让我转过来看台湾社会的变化 好 说完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 新兴民主体制 我要讲的是说 这种形感上的变化 比较不会在美国看到 马国看到 这之类的 通常是在新兴的民主体制当中 至于为什么是新兴民主体制 等一下我会有结构性的分析 新兴民主体制是一个现代公民 什么是现代公民呢 一刚刚就属于一个政治民治 四命禁用了民主的状态 公民 第二就是他们是现代的公民 就是对自己所持续 我不是一般人 我不是那种刚落伍的人 我不是第三世界 我是现代公民 他这种主体的自我持续的状态 我今天要讲的是 他们在情感上面 有两种趋势 两种的连在一起 被操作可以从A转到B的 A就是尊贵化 觉得自己是骄傲的 是可敬的 是尊贵的 我跟世界的 比较先进的世界 是可以的 币家齐驱的 然后呢 在这个台湾社会的某种操作的状态当中 诞生出来 后面我所谓的 我认为在台湾非常独特的一种状态 就是教会的话 我今天讲完了尊贵和教会之后 我希望你们呢 把这一套概念 好好的拿来观察中国大陆的变化 因为也一开始出现增长 而且动作很快 趋势很快 所以注意看一下 那这个尊贵化和教会化的趋势 使得现代公民 不能容忍其他这种 不文明的偏差的越轨 例如 在好好大家 站在那边等地铁 门一开以后 中间有个人 从最后面冲到最前面进增厢 那他突然觉得有很大的愤怒 对不对 这样大的愤怒和情感 就是这种 不能容许这种不文明的 各种偏差的越轨的事情 不能容忍了 而在这个不能容忍当中 正是凝聚一份 很重要的情感的 滋润的来源 因为绝对不能再容忍 任何一个违法的 跟大家不一样的做法 非常气愤 马丁又怎么可以去 打一个计程证司机 然后就愤怒抱起来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在台湾 没有人关心过计程证司机 从还没有人 关心过这样一个底层 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计程证司机 变成一个无辜之羔羊 然后被一群暴民 捅着台上去 然后他好可怜 他好可怜 突然开始对地层 有很大很大的关怀起来 这个未来大家可以注意看 不管是民粹也好 NGO的操作也好 多半都要先找到一个 绝对无辜之主体 找到绝对无辜之主体以后 我们再来凸显出 我们要攻打的 要责任的那个对象 是多么的可怕 然后这一个故事 就能唱得下 就讲得下去 这个戏可以唱得下去 好 在台湾的话 具有智力野心 就是很想进政府 很想跟政府连在一起 然后透过政府的政策 也好 法律也好 具有智力野心的公民团体 他可以把公民的这个尊贵的情感 自己学的自己 很不错的这个情感 慢慢的转化 建构出来 很尊贵的主体想象 使得 因此上面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极端保护主义的出现 Extreme protectionism 极端保护就是从今早上保护主义的话就是说我们尽量保护他不要接触到坏东西 极端保护主义的话是什么都不需要接触 论何一点风吹吵动都会当成很大一件事 这样子的集团保护主义 会导致各式各样的立法规范言论检查 最后形成了打压性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把性的公共化打压掉 性的公共化指的就是我们当今所看到 到处都可以看到性相关的讯息 跟性相关的申请 跟性相关的果断 香港 我是不知道 台湾的话是常常穿着透明的外衫 然后里面的话可以看到胸罩的颜色 有那么多人入股 然后有那个叮叮事业线 叮叮知道是什么意思 台湾用语啊 叮叮就是胸部叮叮 没必要会的 你看到人家就叮叮 就这个意思 所以台湾的话 这个知识的公开的表达性感 就是很常见 你看年轻人跳的舞蹈 年轻人跳的舞蹈 男生的话 手一定在某个部位 跳舞的时候 那个部位 麦克加成的女生 然后再加上女生的话 你看每一个跳的时候 身体的摆动 那个弧度 那个性感 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这样 我们台湾是满满到处都是 性的公共化有很高很高的程度 可是同时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分享非常的不满 这些不满的人 就是后来要立法控制性的公共化 好 我们就开始来讲 第一个我们要先讲就是 中国大陆也有一个题叫做交气 那我想说这个要讲清楚一下 中国大陆这个交气 因为出自于一代化的一个政策脉络 它其实指的是年龄 就是某这一代一代化的孩子很交气 从这个脉络里面出来 多半讲的是年龄轴线上面 像台湾的这个Strawberry Generation 草莓族一样 很脆弱 怕苦怕累 金不洗一顶 而这里我想讲的交汇 比较不是交气 它是一个逐渐扩散全民的情感 它是在阶级的轴线上面 去表现很优势的运涵的自豪定位 这里讲的阶级 大家不要把它硬扣到 马克思主义的那个 只看阶级方面的阶级 我用的阶级字眼的时候 都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它会包含了 经济的也会包含 政治也会包含文化上面 品味上面的 这种不同的 感觉到自己超越别人 跟别人不一样 这种优势蕴含 重点是说 当我感觉到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我其实会有一种自豪 自信 而这种自豪 和自信 也会形成我 对自己的期许 和自己的限制 去听演唱会的时候 我如果买的是 后面两百块的票 看到前面座位是很多的 那个一千六的 那个位置 控的位置很多 灯熄掉了以后 我要不要冲到前面去 我如果是这一类 自豪自信定位的主体 我是不会去了 因为 老师以后有钱再去 现在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面 我诚实地坐在这里 看完 虽然钱的全部都封了 但是我做两百块 就是两百块 有一种自豪 也会限制 自豪的这个行为 你们可以自己想想 你们不过往前面 好 这样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个阶级富豪定位 有多切 好 这里要讲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交汇感 一它是扩散全民 不是只在 五个年龄层 第二的话 它跟台湾的国足定位 是连在一起的 香港当然因为 也有一些很微妙的状态 台湾是更是已经几十年来 就有一个非常强的 非常麻烦的 痕迹少的国足定位的问题 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呀 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呀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灵感的问题 另外就是阶级质询 就觉得自己是不错的 我是不会怎么样的 我不做那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有品味的 或者有原则的 或者有什么什么的人 这一种基体情感 是我称的交贵话 你可以平常开玩笑 说哎呀我没有朋友 越来越交贵了 你可以这样去用 但是在我的理论的分析里面当中 交贵话它是一个基体情感 是跟台湾特殊的文化 和社会和国家定位 连在一起 而且跟一些特定的炒作 有关的 特别是NGO 在立法 在政策上面的操作 等一下就会直接这场去 好 我刚刚一直讲 自豪自信 对不对 台湾的人民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很好的 尊贵的感觉呢 台湾人为什么会 自己觉得不错呢 各位 我小的时候啊 我们是很自卑的 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比不上 其他新型的国家 我们台湾就是一个 很糟糕的地方 我们到现在 有时候都还是蛮自卑的 他的电影里面 那个著名的电影 明星用了一把伞 然后一打开就坏掉 然后说 我们一定台湾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才会 回不下去了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 做全世界最好的伞 你知道我们一定有一个 自卑不大的情节 在台湾人民的心中 我们觉得我们 够不上 可是 可是 最近这二十年来的话 有一些变化 台湾人民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自豪 也越来越自治 我们开始会排队 我们开始会耐心的排队了 这一个变化 这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变化 真的是跟台湾社会 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 能够重要的措施有关的 我其实记得最清楚一个措施 很小的一个措施 就是在邮局排队的时候 这样一排窗口 大家都是 哇 你们看到那个 你们看到现在还大陆还是吗 那几个人 每个人手都伸的 这个恨 纯折都往前面递 台湾看小姐拿哪一个 每个人都这样子自己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都很优雅的 坐在沙发椅上 上面有号码 380号 7号 7号 对 那现在这么多 那是 你们看到秩序 是由这样一个制度 才构成的 再也在邮局里面 绝对没有人敢说 没到你的号 你就自己上去 然后去抢一下 因为 就是没到那个号 一个制度设立起来以后 主体 循规倒矩地往前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里被 轻贱 相反的我们觉得很尊重 很舒适 可以坐在这一等 放了我的时间 再去 虽然老师说 我每次坐在那里 我都觉得怎么那么慢 我有很大很大的 这个怨恨 说怎么那么慢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人分明已经离开柜台了 小姐已经没事了 可是小姐为什么还不安 你知道下一家 我们心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在 好 回到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台湾人会开始在自信自豪 自律自治上面开始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 我觉得跟我们的整个的工业节目是有关联的 6070年代的话 台湾被整合进入 政治主义 全球加工体系 这个意思你们懂吧 就是我们开始 今天是国外订单 我们在这些生产 香港也知道 什么人事 深圳也知道 什么人事 同样的事情 我们开始被整合进入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加工体系 我们做球鞋 做雨伞 做圣诞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话这个全部都到了深圳去 目前的话又从深圳再移到内陆去 人民的生活财富开始多的时候 其实对于圣诞环境 对自我定位的期许也可以变 当一个区域 他的经济好起来 当他的人民生活的状态开始提升的时候 人们会开始有点希望 我会觉得说 我应该不会再到那个位置了吧 我应该会往上走了吧 我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环境了吧 我的薪水应该加了吧 各式量的这种变化 这种经济的自满 这种经济上觉得我有钱了 我们可以拿的钱出国去旅游了 我们的钱币值钱了 我读 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台币跟美金的费换率是40 1比40 后来有一次 一次跌到了25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点 就是台湾的经济达到某一种程度 它跟美国的地址要变 就好像中国大陆 原来不是十几对一块的美元吗 那现在的话也是 变成6.3比 这个表达什么 表达了它的经济实力 在变它的钱 比较越来越值钱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自满 同时伴随的是 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的长河当中 台湾所进行的政治民主化 特别是从87年解研之后 政治的松绑解研其实很重要的改变了台湾在 更好赚钱的地方 利用更高的地方 通通从这里过去 这里过去 这里过去 当时香港受惠于台商是很大很大的 现在很少看到我们了 现在换另外一些人提箱子来做生意 在台湾的这个87年开始的民主震荡过程当中 当然因为我们没有搞过民主 没不知道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学美国的民主的某种方式 可是台湾有一种草根性 有一种文明化还没到达某一种完全听话的状态 所以当时的话 也是另外一个你们香港人觉得台湾不文明的地方 就是会在议会打架 会在街头打架 会在因为意见不同 政治立场不同 而夫妻反目 什么这些 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台湾 有很深刻的 很多的一个政治的动荡的力量在 而且勾动的是人民不同的位置 和他不同的认同的归属 这一些东西都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去无存地 慢慢慢慢扫起来 民进党原来是街头政党 这种东西还看见他打吗 他如果打 在台湾目前社会的 这个情感分威的状态下 他就没有把他拿到归属 现在大家要比文明 看谁文明 看谁能够做出来最道德高超的状态 因此在台湾这个民主运动的进展过程当中 慢慢地形成一种 温和的细致的诉求民意的状态 也就是马英九的温的这个状态 马英九是动不动诉求民意 很多人都跟他讲说 你做事怎么就像父子骑驴一样 周跟父子 父亲和儿子带跟驴头驴 然后不管是父亲骑或者儿子骑或者不骑都会被人家说 马英九就是这样的一个动静都会受到人家 这是这样的批判的人 他就说 我文和啊 我诉求民意啊 我听大家的意见啊 传统威权在台湾其实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存在 政治上面不能有传统威权 家庭里面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负权 那个负权会遭遇到很大很大的抗争 如果我不信的话 只要看台湾的家暴法就知道了 你在家里面作为老爸 你敢打人吗 对不起 家暴法马上把你招起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政治上面的威权体制转变 市民的形态转变 家庭里面亲密关系也在转变 精细自满与政治自信 造成了台湾民众新的一种自我期许和自豪 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种公民的主体想象 因此开始有所期许 可是经济很蓬勃 我们钱很多 到处可以花 我们买得起 我们全世界的商品都能使用了 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国足定位状态还不太明 我们跟全世界有邦交的国家 二十几个 然后我们台湾的护照到 一个国家找不通 申请不到 或者申请要很久 或者花很多钱 这一种状态 这种在国外没有受到尊重的状态 在国际间定位顾民 不能参加联合国的这种状态 会在政治党派的进逐过程当中 争夺主导权的过程当中 被动员起来说 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多谋的没有格啊 怎么没有证据我们台湾人的主权呢 我们又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地位 我们就会受到大家的尊重 世界就会认同我们 当然这是一套说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们开始觉得 对啊 我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台湾的人 我应该是一个认同台湾的人 我小的时候在台湾 其实还不会谈到认同 不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话在台湾 认同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主流的高超的道德的原则 你不可能不认同台湾 不认同台湾 怎么办 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认同台湾 台湾变成一个值钱的标签 小的时候台湾 我们就觉得很自卑 台湾没什么用 我们应该想办法 现在的话不是 现在台湾是一个很值钱的标签 那这个值钱的标签 是怎么值钱起来的 除了在经济上发展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些 日常生活的东西 等一下就会讲 好 1990年代 我一直记得台湾 有一个亚马哈机车 三页机车 他做了一个广告 很帅的一个日本明星来做的 然后他在讲说三页机车多么好 然后说 是世界尊贵的功名 眼睛要看上面 我们是世界尊贵的功名 当时那个广告对我的冲击很大 因为那个年代的话 台湾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么 这么样大的自信 这么样大的自豪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已经看到苗了 你一看到那个火苗出来的苗 就是说 我们是世界尊贵的功名 当然我们就在世界上 没有活地地位 当他讲这个世界尊贵的功名的时候 你突然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差距 你在世界上 一步步走不动的时候 这是你在说 我是世界尊贵的功名 那种补偿性的心态 其实透露出来 很多很多在里面的 很复杂的状态 好 这个新的尊贵的世界公民的 这种想象 其实你分析到音乐广告 就会看得出来 台湾当时政治和经济上面 复杂的对比状态 好 那这个尊贵的世界公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不是一个空泛的说 哎呀我们台湾人没错 这种空泛的自我感觉良好 不是 因为这样一个尊贵的世界公民 同时还包含了公民 它对自身的强烈的起义 我是尊贵的公民 我怎么还蹲在地下呢 当然不要再蹲地下了 我是尊贵的公民 所以我不会忍受 那个肝肝的厕所辣 我要要求这么这么这么 我是尊贵的公民 所以我要受到尊贵的对待 因此政府里面的公务人员 不能再用那种挽娘面孔 来对待我们 你知道这个 从前我们最痛苦 就是觉得说 这个学校里面也好 政府里面也好 所有的行政人员都很屌 很神奇的 很骄傲 就坐在那边爱领不理 你要办什么事情 它还不太甩你了 你现在去台湾 绝不可能有做公务员 这种公务员 马上去大货开除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礼貌 为什么 甚至可以帮助你们 哪有 每个月都要选 应付员工 最礼貌的员工 等等之类的 有各式各样的制度和政策 奖励也好 惩罚也好 开始推动 去改造公务人员的市值 让人公务人员 确实感觉到自己是 服务民众的 这个转化已经发生了 而且已经完成了 没有人敢以服务礼貌的方式来对待 来办事情的民众 那这样的一个公民的转变 我认为跟这个尊贵的世界公民的转变 是很有世界关联的 就是一种自我的期许 觉得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样子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有那个世界尊贵的公民的那个样子 要落实尊贵之名 当然我们还是常常做的不太尊贵的事 例如在国际武器机器馆的时候 偷拿烟灰缸 他毛巾脱鞋之类 但是 所以每一次出国的时候 旅行社就会发那个单子 就会说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要拿人家旅馆的烟灰缸 做信念 你像不是一个珍贵的 台湾人民该做的事情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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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被教导要怎么样 活得像一个珍贵的 世界公民 台湾人民因此 越来越自动的温和的善良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非常生活理念的变化 就不能从刚才那个经济 那个政治再解释 这个早期的台湾 其实有一些 跟借债性相关的国民威信 1968年的时候 在台湾政府推出国民生活趋势 这个影响台湾整体日常生活 非常非常大的 国民生活趋势 全政府透过学校 透过单位 透过宣导 全民在推动 国民生活趋势 我不知道香港人 没一套这种 应该怎么样过日子 应该怎么样礼貌 上车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从前的话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标语 跟大陆一样 大陆都是 它跟情形到底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标语 想说上厕所后要洗手 这个在小学里还有 在小学里还有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野蛮人被教导 慢慢的一点一滴 变成文人的 所有这种标语 耳机面命的去灌输 让人们去遵循 告诉你说你该怎么说话 不要大声 对老者要最尊敬 因为现在在地铁上 还会看到很多招贴 是这种文明化招贴 例如要让位给 行动不变的人 或者要先上 先下后上 这些都是文明化的遗迹 还在进行当中 1971年的时候 因为退出了俄国 蒋中正说 中正自讲 所以省教育金又出了好几套东西 除了国民生活细致以外 还有国民礼仪 犯利益 还有勤俭节约除去运动 因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状态 所以开始要推动勤俭节约 可以看到 国家的政策里面 去推动一些生活的规范 可是这些规范 养不成尊贵的公民 因为尊贵的公民 不是让大家教我怎么做 然后我守规矩做 尊贵的公民 必须从理念出来 它必须从自己开始出现 前面讲的这些国民生活细致 这种礼貌秩序 卫生规 想要上完厕所 要抽马桶 什么什么之类的 它其实里面包含的 就是一些传统的礼节 和一些现代化里面 要求的秩序 它强调的是 所有的国民都应该做到这个 都应该有理智 都应该做到这个 最基本的礼貌 因此 并不会因为 我遵守了国民生活细致 我就感觉到质号 那只是一个很基本的 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 尊贵世界公民的身份的 新规训 必须还要有一些 更深刻的社会变化 文化变化 让这个公民身份的 尊贵性凸显出来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但凸显 而且稳固 让那个尊贵性成为 我自己个人的 自我认同的部分 那要怎么做呢 我认为有两个很不一样的 很重要的 当时的社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是传统人际关系 揭训 原来的hierarchy 要松重 中国人华人社会的话 作伴是以掌佑辉分 人际亲疏 来作为基础 这样一个人际关系 必须要被松重 也就是平等化 不再一样从前 很清楚的一个hierarchy 现在要慢慢的平等化 慢慢平等 在这个平等当中 那这个平等是靠着什么呢 是靠着所有的人 都能够自豪自信 唯有你让他平等下来 他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部分 我曾经1990年代 我写过一篇论文 那篇论文就是写的是 麦当劳化 台湾的这个 传统人际关系 接触的松重 我认为 麦当劳化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麦当劳化 不是只是麦当劳化 还有其他后面出现 所有的服务业的发展 其实都促进了 人际关系的 原来的这个hierarchy 这个hierarchy的松重 原来的话 长幼备份 远近信书 现在是仪式图人 我上次讲过 我在演讲 在小的时候 去了一个商店 因为我是小孩 商家就不会太理我 他又说看什么看 你买个其他的 现在 上面那边有人敢讲这句话 没有 新的服务业都是你 欢迎光业 而且要有礼貌 香港人要是不是很礼貌 台湾人非常礼貌 有的时候我觉得香港会比较不礼貌 因为是太急了还是太急了还是太什么 感觉到 某一种温和的礼貌在台湾是比较少的 在台湾比较常见 在香港比较多 可能是香港比较卡 或是拼得抢啊 收成比较竞争激烈吧 我也不知道 留给你们分析 以后多多去看一下 台湾的服务业的整体的礼貌 很特别的 他的礼貌针对所有人是一样的 他不会因为小孩子欺负他 他不会因为老头 他就瞧不起他 所有的人都是欢迎光临 所有的人都是 请问我可以问你点餐吗 一样的礼貌 这个东西是松动这个社会的 原来的那个备份亲疏的结构 因此我认为 这个传统人际关系接触的松动 除了我前面这个讲到的服务业之外 同时还有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其实壮大了个别的属性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 你都可以加入在这个民主程序当中 然后每一个政客也都会告诉你说 你很重要你很重要 你人会就说 你们都是我的淘贼 头家就是老板 你们都是我的老板 你人会只是帮你淘老板看 没有 可是他的竞选广告会说 人民都是我的老板 都是我的淘贼 政治民主化壮大了个别主体的受感 在台湾确实 你每一次的选举去看的时候 哇每个人情绪都很高 因为每一个政客都在告诉你说 你很重要你很重要 然后人际互动非正式化 也会摩不掉界线 我上次已经讲过你说 之前的话父母亲是要管教小孩 现在父母亲是要跟孩子做 也是一种平等化的一个趋势 这种非正式化 大家不再称呼我何教授 何教授叫我旧 我的学生全部学生都叫我旧 没有人跟我讲说教授 这叫做非正式化 那可能只有我们系才这样做 但是不管怎样 这种非正式化 其实会让人来的人际阶层关系松动 人比较敢直接的对方互动 这一些在台湾社会里面 非常清楚的变化 其实都松动了人际之间的这样一个阶层关系 另外还有就是 其实虽然松动了 好像旧的阶层关系不存在 但是新的阶层关系才出现 而这个新的阶层关系当中 台湾人在上面 台湾的本土发展 我们的经济也好 我们的政治也好 我们的这个名气可用的一些 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发展 都与全球化的过程交付作用 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政治 巩固了尊贵世界公民的自我感觉 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如旅游业猛暴成长 各位女儿师大 现在大陆客 这样全球旅游 全球买东西 全球住最昂贵的旅馆 你说不会改变大陆人民的自我感觉吗 这注意看 全球的商品 随着大型跟卖场有没有 我1988年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 基本上只有本土 只有国货公司里面的一张张很臭的脸 现在你去 哇 所有的你看得到的大型卖场里面 充斥着全世界各国来的东西 你认为人民在面对的这样 而且很奇怪就是 现在的话 多半都是以大型卖场的形式出现 所以人们走进去说 我感觉到全世界就在眼前 你觉得这样一个消费的 愉悦的快乐的经验和活动 那种感觉到 充斥着 哇 真多啊 abundant 这种感觉你觉得很会感觉 不会改变到人民的信心吗 1992年台湾开始招收外籍老公 你们当然更早了 你觉得外籍老公进入台湾以后 台湾人自己的感觉不就变吗 我们从前是第三世界 我现在亲眼看到了东南亚民的这些 移住人口以后 他们到我们再来 这座第一阶的劳动人 他们就是来修房子 他们来清下水溝 他们来照顾 我们不愿意照顾的老人 他们都来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我们的自我地位不变吗 当然会变啊 我们一定不再是第三世界 因为那些第三世界的人来 我们这里找工作 而且觉得我们这里很好 那我们一定是不在第三世界 我这infer我都会知道 我就不属于第三世界 尊贵之心 这一种族群的差异 看到了第三世界的人口 进来其实在台湾有被操作的 在政治上有被操作说 我们要排挤外来人口 我们要排挤他们 如果在我们这里生小孩的话 我们怎么搬呢 这个呢 好像追着你们的香港人 我们台湾是已经搞过了 我们搞过很久 但是台湾很有意思就是 台湾有一个很强的民主化的作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有一点点 没有办法真的这么歧视人家 而还白白的表现出来 不行 太没面子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新移民 有所有善 所以中国时报最近还在做 专题 一页都是新移民 就告诉你新移民 有了成就 他们有了努力 可以看到这种新移民 现在往上打 那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没有成就 国语没有学得很好 跟他家庭的关系 然后被虐待啊 炒跑啊 这种就不是好新移民 现在好新移民 在往上走 那个比较差的移民 那一些 在火车站附近 想办法找新工作 或者做新工作者 或者找新工作者的 那一种移民呢 就不太好 一个阶层 新的阶层 正在出现当中 台湾有一个很强的本土意识 这是过去的四十年当中的正式变化 不断不断累积 有本土意识 觉得我们自己是unique的 我们是独特的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 这一些东西 这个本土的意识 跟尊位的公民 身份和认同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对于台湾 有比较强的背景股 来面对中国大陆 是绝对有帮助的 他支持了 我们的某一种特殊的国主任 好 尊贵公民 那有些尊贵公民的表现 那这些表现 我从前提过很多的例子 我身上讲一个 我最近这几年 一直注意到一个新的 很奇怪的发展 这个发展就是 不再容许不文明的理 过去五年之内 骂人而被控告判刑的 案例被争 听清楚啊 我骂一句就判刑 骂什么呢 各位看 这下面都比骂过的话 这是确实案例 我都是从媒体上面 被判刑的案子里面 拿出来的 还有很多很多 骂这些 现在都是判刑 要不就是军营 有时间 然后我就把他 把他托出外来 然后到台湾就小心一点 后面那点点点还有很多词 所以我没法就列给你们 我这个论文发表的时候 你们再看我的副注 会拿一个远注角的告诉你说 哪些资本的选择 那今天很有意思 为什么骂一句 我刚讲几个字 就要判刑 这有什么严重性啊 我又不是真的说 什么具体的事情 然后污蔑你了 有时候只是麻痹气嘛 重点就在这里了 因为骂人不稀奇 人际摩擦本来就是有的 可是人们对这些语言的反应 不一样的 从前你如果骂我的话 我瞪你面我走开 你骂我的话我就说这样 所以你说回去 现在的话不是 现在是你骂我 然后拿手机出来录音 然后上台 然后呢有意思是 这种小case 法院也都是安全的 这才是真正的意思 就是过去没那么多案子 也没有这么多案子被判出来 还是现在匆匆出现 而且判的还蛮严重的 都是蛮大钱的 那这之后面 我们要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尊贵的公民 不能挫折 不能羞辱 没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以貌和善 可是情绪很敏感 因为一有人冲撞 就严厉处理 而且处理呢 他不再是自己去协商 不再说我在跟你吵架 或者我在跟你辩论 不要 我就会 用一个非常文明的方式处理 就是去法院告你 然后用司法来再度肯定 我个人阶级文化的优势 因为我不跟你吵 我就去告你 我多么的懂法呀 我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协商的权利 让度给法院 由司法的权利 来制裁其他的不文明主体 看到没有 文明与不文明 越来越多的语词 以时以时后面的各种侵略性 侮辱性 争战 这种欲望流动 现在都会放逐 因为跟你在讲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骂 我也不能骂 因为我怕被告 因此 所有这些原来的情绪都会压进去 压抑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东西 因为压进去不得伸张的东西 只有一天要出来 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真对什么人就很难讲 就有可能被别人操作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意义 尊贵的公民对不文明语言的激烈不满 很多时候他的说实 为什么这样 他说不能教坏小孩 我保护小孩 最主要是因为我要保障 会养育尊贵的下一代 我们要再生产尊贵公民 因此儿童需要一个纯净的环境 我们大人就必须要自我克制 那你没有办法克制 我可以克制 那我就用法院去克制你 因此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自我克制 而转向于克制大人 监督他人 相互互相监督 另外还有 有的时候 还不单单只是个人的情绪 个人不容许 个人不准再听到这种不文明的语言 很多时候这些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情感 还可以扩大 还可以集结起来 变成所谓的民众观感 民众期望 这在台湾是非常非常扬见的事情 不单单是政治 法律也是一样 当一个案子出来 有一些争议的时候 法官要怎么判 很奇怪 大家都没讲法律应该怎么判 法官就会讲说 旁边的政客或者立委 就会提醒他说 我要注意民众的观感 什么叫民众的观感 那就是不用讲法律 那就是看民气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判重 我就判重 大家觉得应该判清 我就判清 所以民众的观感就变成了阻导 司法的很重要的力量 可是那个民众的观感又是什么 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呢 是被什么人在操作呢 过去我们这几年就看到 这是保守势力左右司法很重要的工具 针对特定案件 保守团体会自动去提 严厉的道德要求 按照法律这件事情应该判什么 他就说他不合民众观感应该更重 这件事情多么的可怕 可怕可怕可怕 你应该什么怎么判 如果你没有照我的方式判 台湾线出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恐龙法官 就是说这个法官没有跟上时代 你是恐龙年代 那个年代人是恐龙法官 你没有符合我们今日民众的期望 所以你叫恐龙法官 我看到恐龙法官这个词的时候 一则以喜一则以游 因为确实有些法官不食人间烟火 没跟上时代 可是有些案子 你按照法律就只能这样子判的时候 你在那边叫叫叫叫叫 跟他讲说一定要改判某种方式的时候 我又觉得很担心 远向司法 岂不是没有原则 尊贵描述了台湾经济政治现实 逐渐调出来的一种自信主体 这种自信的主体不单单是自信 它还是尊贵的 这种自信原来你想象 它可以吸取你积极的力量 因为主体可以自我克制 可以自律 可以自足 可以积极进取 可以尊重差异 它可以文明相待彼此 但是我们在台湾看到的是 尊贵公民主体的尊贵 往往称向于去表现它的阶级优势 我跟你不一样 我比你好 我比你好 我比你文明 而且这些尊贵主体最喜欢的 就是透过司法提示 对那些他们视为不够尊贵的言行 或者其他的那些人施行惩罚 以便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尊贵的干净的社会 那边缘的事情就很老了 尊贵公民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会看到原来尊贵 应该是一种自我克制 自律自诩 alias 在写文明化进程的时候 谈的都是这个 就是主体 为了要表示自己的优势 我跟别人不一样 一直我就自我克制 我不要看脏东西 我不要碰脏东西 这一些 但是在台湾看到的文明化不是 在台湾的文明化就是 它不单单要自律自诩 它最重要的要记住他人 它要控制别人 而且这样的一个阶级上面的差异 阶级的禁途 很重要 它不是粗暴的 它不是压迫的 往往是气质的 文明的 重要的是 它是依法 依法 这个时候 你就没话说了 因为法 就是这样规定的 那你骂了人 我就用法而制裁你 可是问题是这个法的执行 还有很多新法的设立 谁推动的呢 不是我 不是我们小民众 而是一些特定的 拥抱保守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团队 他们推动了很多很多新的法 有趣的话 再看我另外一篇论文 在写台湾的法律的变迁 一个英文系的教授 去写台湾法律的变迁 你是不是觉得很悲惨 但是法律人不写 那就只好我们自己来写 好 有趣的是 当尊贵的公民 设立了很多法律的时候 他要管的 可不是只是管不文明的举重和语言 他还要包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就立了法禁言了 不健康 那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进巧克力机冰淇淋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开始立法来管理 不道德的人际关系 比如针对小三 或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不道德的人际关系 都要立法 为什么 因为中备的主体觉得立了法以后 我们社会才有志趣 才不会乱掉 这就有趣了 乱掉是什么东西忘了呢 这个原来的状态是什么呀 为什么他这么担心 他乱掉啊 情感的教会话 最主要的表示方式 就是十分之 很私的 很文明 很耐心的 而且很敏锐的去检视他自己的状态 而因为我很耐心 因为我很文明 因为我不能看到这些不雅的东西 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不雅的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不雅了 从前的不雅是说电视新闻上面 如果露出三点的话 就会不会打马赛克 露出三点就打马赛克 现在的话就是穿着衣服 但是有这个中间的cleavage 有那个三点的 也打马赛克 有衣服呀 真的好好的 什么也没有露 只不过中间有一条山谷的 那也打马赛克 有一些人裙子比较短 没有露出什么来的 也打马赛克 就变成了我们越来越多不雅的东西 越来越多不能给人看的东西 从前的话 性交的画面不能出现 现在的话 亲嘴 funch kiss的画面不能出现 台湾有很多名字叫蜡 你们有听歌曲的也知道 有首歌叫蜡 大嘴巴上 蜡是什么呢 就是funch kiss 那是因为有些人 有些有名的人 然后他蜡 都会变成了我们不雅的 然后重新以后 凡是打巴的照片 通通都会被马赛克进去了 然后你又会觉得 哦什么什么都不能看的 不雅越来越多 而越来越多 因此也就是证明我们应该立法 因为不雅有这么多嘛 你知道这个相互的 我们制造了法律来规定某些东西变成了不雅 然后逐渐增加了不雅以后 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法律是费的 你看不雅有这么多 相互互为因果的来解释 好 这里有Undermine 你刚才说重点 有红子也是重点 Undermine意思就是说 中国公民很有意思 他有些东西是可以 可以从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 越来越多的行为举止 被视为会冒犯人家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面 端着一本Playboy在看 我自爽 旁边有个人经过说 哎呀 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正在看这样的东西呢 因此就可以告我 性操扰 制造了让我不舒服的 敌意的工作的环境 你可以告我性操扰 上次我都可以讲的那个例子吗 比斯莱的那几个员工 菲律宾员工 他们自己在换衣服的时候 扯来扯去的 毛巾扯来扯去 然后别的员工就拿手机拍下 然后去告性操扰 因为他们扯来扯去的时候 让我不舒服 那我觉得我被伤了 很容易就出现了冒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某一些事情就变成了冒犯了别人的 而这个冒犯了别人的 在逻辑上来讲 一定会伤害到脆弱的心灵 你知道吗 你在那边看一个A片 或者你在桌子前面贴了一张A桶 冒犯 不当于冒犯到我道德情感 还伤害我的自幼心灵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严厉禁止他 要保护我 不受伤害 什么时候人 不单单是怕文字 还怕头像 还怕想法 还怕眼光 还怕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我们都怕 面对性的公开化 保守团体所推动的是 性和光 所以一方面 你看这个台湾社会的这个对比就很有趣了 一方面很性开化 各式各样的裸体 各式各样的活动 各式各样的影像 各式各样的话语都在我们周围 可是同时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立法 表示说无法面对 没有办法看见的东西 我们应该立法把它去除掉 同时存在的这样的矛盾的现象 媒体在这个时候 制造审动 我曾经有分析过 什么叫审动 审动就是 我要描述一件事情 我用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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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底线 把它当成一个无辜小孩子 来看一个事情 然后说这个的话 用这样的一个差距 来创造出那个审动 如果今天我报道一件事情 我就说 但是真的是一个很寻常的现象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男人 去穿着女性的服装过日子的 如果你这样报道的话 哪有什么 可是我愿意报道来说 男头乡下出现一位老婆 62岁 她每天穿着丝袜短裙 女性的服装 走在街上卖清草茶 众人都吓坏了 什么东西出来了 但各位都知道 像这样的老婆 在市场里卖清草茶 从来不会吓坏了 因为到时候你习惯她的存在 但是报道的时候就是吓坏了 描写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去报道一些跟信啊 跟越国相关的事情的话 比如说观众会有反感 那媒体的策略就是 用一些很保守的道德观 尾出发点 然后把日常的事件 描写得非常非常信话 像我在信息系面一场所讲的 很多很平常的事情 淡淡打打闹闹 抱来抱去 捏来捏去 小的时候你知道男生去捏 对方的蛋蛋是很常见的事情 可是如果在苹果头版出来 我告诉你 那就是台山倒海 很吓人的 在这个时候 一下人 保守团队就会马上叫出来 谴责 谴责完了以后就可以立法 因为就创造出来一个局势了 所以你看看他 我们现在小孩子都这样子了 怎么可能我们的校园里面 立刻要立一个什么什么法来管制 所以保守媒体跟保守团体 是相互合作 摊生这个社会的保守性的 刚才我已经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Elias的讲是说 只是个人的期许 个人去表现 可是现在的话 保守团体的操作就是 寂静尽色 这也是我本人的 创的四个字 他先解释什么叫寄信 寄 从这个字来讲 对于信有顾忌 有忌讳 有猜忌 有禁忌 而且对于别人的活动 比自己多 忌妒 这叫做信 遇到信的事情 让我们就充满了各种狭隘的心态 禁射是他的公共行动面 因为我寄信 因为我原影看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我就禁射 用政府的法条 去把所有跟色相关的事情都禁掉 不单单禁射情 禁信工作 同时也禁某种报道 禁某种描述 禁网路上的某种言论 或某种图片 全部禁止 对我还蛮希望你们不要在网路上乱按赞 因为目前保守他们的操作方式 就是在网路上面开始对一件事情 有个非常强大的简单的情绪的描述 然后他就去按赞 然后你看到保守按赞 你也去按赞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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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27万人了 在这样一个煽动起来的恐慌当中 原先很模糊的散漫的混乱的信念被组织起来 原来我很没有恨这个东西 恨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大家都恨 那我一定是应该也要恨 不然的话 我的朋友都按了赞 我没有去按赞 就没意思了 就表示我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也得去按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按按按按按 原来那种模糊的状态就被组织起来 然后形成政治行动 性的污名特别有利于形成这种模糊的情感 然后在这模糊的情感当中诞生出来政治的行动 而群众的情绪也在我们这个年代越来越来表现 我们要外显 因为只有外显才能表现出来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当代的社交网络助长了这个义愤的感染 义愤的感染 站出27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施压政客 施压检警媒体 以及其他的应该需要被管制的这个东西 本来一个社会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可以讨论 可以沟通 可以禁足 可以辩论的 可是现在的话 性恐慌 往往就告诉你说 不得了啦 校园里面大家孩子竟然在玩这样的游戏啊 他的强力操作就制造出来说 只能把你的社会价值动乱 然后我们必须要捍卫核心价值 什么叫捍卫核心价值呢 就是有一套最保守的 大家都要向着这个核心价值去 立刻 性就变成一个原力被管制的东西 而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不会被抢占的东西 就只能有它 你有任何其他立场的话都会被人骂 他现在已经决定今天以后 如果你说抽烟的人要有抽烟的自由啊 打了满头包 OK 马基亚跟这个日本人打计程车司机事件完了以后 如果你跟他讲说 行事这种事情是怎样怎样 你要讲的时候也是满头包 不同的意见完全不准出来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信恐慌当中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 在这里面描述了一种极体的状态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听见不同的意见呢 因为我们不要被人家混淆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看见那种比较怒骨的图像 因为我们心灵会受伤害 为什么不能听见不文明的语言呢 因为那样子会告诉我们可以不振住别人 就好像每一件事情都立刻会在我身上产生出 其微严重的冒犯和伤害 图像语言都会伤人了 劲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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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辛亥卡的讨论、辛辛亥卡的调文 年龄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融线 你左右选一篇文章就是台湾世界政治的转化 就是从性别转向的年龄 去追踪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转变 整个社会都因为这些新的法律和新的独立想象 我们要保护,我们要怎样这样 因此所有的承认都没空间 因为你说我承认要有承认的自由 那小孩子如果接触到怎么办呢? 有不行有了 所以成人的空间就不可以存在了 所有的成人都必须要活在一个幼儿化的环境里面 因为我们要保护幼儿 不能让幼儿接触到其他其他东西 这个时候他们讲话也会很奇怪 就会讲说幼儿很聪明啊 即使是你放在你自己的索码的网络上面 不行的,他们都会打得进去 奇怪,他刚刚会说很脆诱文 然后现在又说要变成他们很厉害 就是看他们也很什么用 然后我要再介绍一个名词 这名字不是我的,是亚 这是台湾的东海大学赵光教授 他讲的,就是酷吏化 酷吏是什么?就是非常严厉的管理的方式 酷吏化就是动物是征税,动物是惩罚 这种酷吏 他认为在台湾的话 我们最近一个性骚扰法 已经通过,防治党通过 那性骚扰相关的法条的话 他认为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酷吏化的趋势 因为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 是静性静色的反应方式之一 对于有一些人他想要表示 他跟性有什么关联 他讨厌跟性相关的事情 他就是什么事情都感觉不舒服 现在台湾学生宿舍旁边 到晚上的时候 常常会有送行李进宿舍 所以学生宿舍门口附近 就有很多人在那边 低味、甜蜜 然后你也知道学生中间就会想说 哇!闪光! 你们两个人心里闪到我不舒服 这个不舒服感也是可以造成不舒服感 这个不舒服感也会形成其他一些后果 也可以去告各式各样的东西 好 受害者在这里占据了一个 不可以挑战 不可以被怀疑的到的优势 这是很有趣的 第一个就先出现一个 死端弱势的受害者 死端容易受害的受害者 然后这个受害者讲的话 还不可以怀疑 如果一个女生到区校办公室 去告性骚扰的时候 你还不能怀疑他 你还不能去质疑他 你就马上撞到他旁边去保护他 然后开始去对他所告的那个人 执行各式各样的严厉的法律 替他反职 这是我们现在的正义的操作方式 很有趣哦 那什么叫做不舒服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马英九二月八号 他去主持了一个中华语文知识部的开幕 他开幕的时候 他说你看 在台湾的话讲吹喇叭 那在对岸的话 其实吹喇叭就是拍马屁 我相信马英九一定不知道吹喇叭的含义 看过或听过罗板吉的这个最静调的歌叫做吹喇叭 你就会知道这个意思是有性格含义 可是马英九因为太纯洁 他就取了这么一个例子 然后民进党的书记党成为美女 赤日是召开几点会 就说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有人讲吹喇叭 乐队里面都不能讲吹喇叭了 让我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就说总统是开房间 所以你们的乐队 拜托我也不要讲吹喇叭 我还不知道你们该用什么字眼 但是都避免让周围的感觉到不舒服 这个后果是什么 当我们开始有很多很多东西被告吹喇叭 被告吹喇叭 比如他觉得过去的很粗鲁的 美品的不雅的不礼貌的 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现在变成处法的行为 这是我一直要想到讲的 就是文化上面的阶级差异 品位差异 现在被当成了一个发动法律 来惩戒那个比我低一级的人 那些文化不合我随准的人 什么时候文化差异 阶级差异变成了一个 可以发动法律的借口 文明与否 现在变成了 法律是不是要发动 发动这个探索 文明再也不是品位 仪态 礼貌 而已 他成了用法律来解释 仲裁的 惩罚的对象 校园里面 在台湾 在校园里面 如果发生性骚扰的话 规定 24小时之内 有义务通报的责任 老师只要听说 看到疑似 注意哦 疑似 你只要知道 而疑似 不用经过调查属实 这是写的条文里 不用经过调查属实 你就轻松 老师 某某东西 我怎样 我马上通报 24小时之内 要通报 不通报的话 惩罚 惩罚多少呢 3万到15万罚款 如果没有通报 导致再次发生事件的话 解密 免职 很惨 在过去这两三年当中 台湾的性骚扰业绩很好 这个校园 纷纷如雪片的 通报 可是很奇怪 你通报到底通报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案件 4岁的小孩 把头放在幼稚人 女老师的胸前 性骚扰 4岁的男同在幼稚人 跟女生打闹 说 碰到下 碰到 没有受伤后 干嘛 被告 家长都信告 因为你知道 小孩子回家说 妈妈今天在学校 那个谁 有套我这里 不 马上明天再到学校去 告 听伤后 4岁的女生 我不是觉得4岁很样 因为她刚好4岁 是一个上路的人 肯定跟人互动的阶段 是你都被同班同学 抓杂下棋 但是打架的时候 碰到 然后就控告性骚扰 问题是 为什么不是伤害罪呢 为什么控告性骚扰 对不对 抓杂下棋就是伤害嘛 就控告性骚扰就好了 小六 六年级的学三 文童班女生都会说 嗯 好香啊 性骚扰 什么时候 这种日常生活在儿童身上 常常看到的这些小活动 统统变成了静点 这近2月2号我才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新闻 明明收到一个九岁的儿童 他就一场贝勒劲 打扫贝勒劲 最后一定会有那个动作 结果这个天主教的学校就及时让他读课 行为不减 然后又要去学校 这就是氛围啊 就会形成一种氛围 你觉得明会 老师很惨啊 刚才我不是讲吗 不通报受罚 不通报 人家会说你吃案 你怎么不肯通报呢 可是事实上对老师来讲 你知道 当天小学生这样打来打去 没什么大不了 5分钟以后当两位是朋友 可是现在都是全部通报 还有通报 你都想象不到通报要填多少 各种表格 各种检查 各种报告 钱完了以后送上去以后 下次调查的时候 你还是坐在那边听 要有没有问话 要被交代 要这个那个 你通报你就完蛋 被卷进这样复杂的过程 你不通报 你有可能被罚款 被解释 这个有趣的是说 当我们把通报系统 设定了以后 所有在校围里面发生的小事情 通通都变成中央的事情 不是中央大学 而是中央政治 教育部的事情 因为在一个小小的学校里面发生 一个很小的事情 现在通通通通报上去 然后上面呢 就派下专家来 所谓女性主义的专家 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好忙 案子好多啊 每个人忙忙去跑来跑去去 处理这些案子 心里面非常非常满意 觉得说 我这个政策真好啊 我们正在去世界消灭性骚扰 身体的互动发生 充足误会的时候 再也没有主体 自己来协商 自己讨论 自己处理 相反的 通通透过通报 不在local处理来上去 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小孩子打打闹闹闹 没什么事情 然后老师就说 我要通报 家长吓坏了 蛤 这种事情 没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需要通报呢 可不可以不要通报 家长就说不要通报 老师说为什么 明明制度说 如果不通报 我就倒霉 整个的校园尊贵 变成这个样子 好 以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尊贵变成了娇贵 就原来那种自傲 那种自信 那种民族地位的精神 现在变成了 哎呀 不能说 不能听 不能看 然后娇贵呢 把滑向保护 而且其端的保护 本来是自律 你就滑向了监督他人 本来只是情绪感觉 现在滑向变成伤害 很快的 就移向另外一边 原来可以自律抗争的 对不起 现在我们只有 其端保护的法律 来保护大家 大众的情感结构 大众的情感结构 感觉到自己的 弱很弱很弱 需要把它保护 需要国家保护 大众的情感结构 跟国家的管制模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相配合 NGO这些 推动的立法的 保守团体 想要知道他们是谁 只要看 我的动物链网站 看看 我是被哪几个团体告白 他们就是了 NGO和政府的合作 相互重大 形成新的法律 新的政策 管制全体人民 这就是治理 治理不再是国家 控制人民 管制人民 而是国家 和公民社会当中的 某一小撮团体 合作 形成民意 形成共识 然后立法 政策 来管制所有的人民 治理 是我们此刻 必须要关闭的 这一项 因为我们以为 跟人民 站立在一起的 一些团体 现在已经在 政府里面 我们以为 跟我们站立在一起的 一些女性努力者 或者跟运动者 现在站在 政府那一边 跟政府站在一起 推动更为细致的 让我们更难抵挡的 一些管理 治理 控制的方式 那我也希望 这一系列的演讲 能够帮助大家去 更细致地去观察 你们周围的一些 社会面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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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